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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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這台儀器的名字叫做光鮮式粒子墊江共振影 然後它的英文名字是FOPPR 然後它最主要的原理就是利用我們的貴重金屬奈米粒 然後結合上我們的光纖 然後我們光纖就會在裡面 就是這樣通過濾光這樣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它就有放大訊號的功能 所以當我們的抗原 當我們的抗原抗體 或是核酸之類的 就是修飾上我們上面之後 就是可以像我們看到黃色的部分 然後當打印到相對應的抗體 或是相對應的DNA之後 然後它因為會有環境的 然後就會造成我們的光訊號的變化 然後藉而我們就可以 診測到就是 就是我們的要診測的物品當中 有沒有我們要的這個東西 我們最主要是應用在醫療檢測上面 還有農漁業或是食品安全的檢測 對